那有花友的问我植物风水 养花有没有风水 我跟大家说您就一养花的话 单纯的说养花上面有没有风水 我告诉您是有的 不过不是那种你想象的那种风水 风水这个东西是什么的 你就像咱们这个中华吧 咱们这个中华文化景运太深了 你像那个玄学我也搞不懂 你要说到这个养花上有没有风水 其实养花呢 无非还是咱们跟大家说的 你这个光照怎么样 通风怎么样 浇水怎么样 你就以我这几个月季来说 你看这边这几朵就开了 这边这几朵就没开 我就可以说这边的风水不行 对吧 说白了它这边光照的接触的不够 因为它前面有个小树 是吧 这边的话接触的光照多一些 它就好一些 您不应该您看你小区里边 满小区里边去找 同样一批种下去的树 总有几棵不行的 您一看那个地理位置就不行 咱也可以理解为风水不行 对吧 所以说呢 风水这一块呢 您不要过度的明显 但是呢一定要追寻科学 其实你咱们说到的那些个玄学啊 就是已经超乎于科学的一个存在了 咱们不谈论那个 但是呢也可以用科学去解开的 只不过现在的一个科学没有达到 没有涉足那个领域而已 所以说呢 咱们古人啊 有很多的智慧传下来 什么风水啊 什么看命啊 什么面相啊 是吧 这个咱不是不信 它也是有科学道理 有依据的 不信您自己研究研究就可以了 风水的第一章 不管是哪个风水大师 不管是哪个风水书 它第一章就告诉你 不论什么的东西 只要是说的风水 都是以人为本的 只要人的心情愉悦 只要你开心 那则就说明它的风水就好 大家比方说 我这个月季我养在这 它开花 我心里边不爽 我天天看着犯个影 那我这个风水就不好 那我它开不开花 我天天要看着我乐着 我高兴 事半功倍 那就叫风水 所以说呢 这个风水这一块呢 大家不要太去迷信了 是吧 好好的把自己管理好 是吧 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好好的把自己的事业做好 把自己家庭处理好 那不比什么都强吗 什么风水不风水的 只要你开心 什么风水都不如你的开心 好了 希望看完这个视频 希望你能够豁达一些 希望你能够开心一些 当然不是说老花一不信 老花一也信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 什么那些 什么那些个东西 咱慢慢的也信了一点 但是呢 它都能用科学解开 我相信这一点 好了 一篇关于这个植物风水的这个呢 给大家简单的就是辟谣一下吧 也算 希望您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也就都是咱们养花的一个 以花为本 以人为本的一个思路去就没问题了 觉得不错的话 您记得点个赞吧 如果有其他问题 欢迎大家视频下方留言 我是 请不吝点赞吧